高考前夕,妹妹绑定了爱神系统 我绑定了学神系统 于是她不用再拥抱全班去拥抱学霸 直接赢得了她的心 而我和学霸一起考上了清华 为了守住这段爱情 她放弃异地大学 选了的当地大专,日夜陪读 很快的,学霸就厌倦了,提出了分手 而我却在国际赛事上跟她顶风相剪 妹妹极恨万分 在颁奖台上假意献花,一刀捅死了我 再这么年 这一次妹妹毫不犹豫地绑定了学神系统 姐姐,这回五脑花凭你来当,学霸是我的了 我笑了 她不知道,我本身就是一个学霸呀 当林瑶抢先喊出要学神系统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也重生了 她得意地看着我,一脸势在必得 姐姐,这回五脑花凭你来当,学霸是我的了 前世,她选了爱神系统 一夜之间成为校园人气女王 直接就拿下了她苦追两年的学霸 还被大家戏称为最甜的清冷学霸和笨蛋美人 只因不少同学都见过她宠溺辅导功课 而她支起手肘看着她发呆赤笑的偶像剧场景 后来,学霸考上了清华 而林瑶只考了一个末流二本 为了守住男友的心 她不顾妈妈的反对 偷偷把志愿改成了一个当地大专 只为可以免除异地相思之苦 日夜陪着她 可没想到一年不到 学霸就厌倦了,提出了分手 后来,学霸专注学业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赛事上 成了我的对手或队友 渐渐成了朋友 殊不知这一切都落入了 台下的一双暗藏怨恨的眼眸中 最后,一场颁奖仪式上 林瑶借着现花的机会 念慕争鸣地高喊着 别想抢我男朋友 一刀将我同死前世的伤口 还在隐隐作痛 气筒冰冷的询问声再次响起 我不慎在意点点头 顿时,林瑶的眼睛 迸发出兴奋的精光 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人生的重新选择 学校红榜前,人头攒动 天哪,瑶瑶 你竟然是这次魔考的第一 要知道周一怀已经霸榜多久了 你是第一个打破的 你也太强了 林瑶昂着头 脸上凉起一抹得意的笑 他边享受着这络绎不绝的惊呼声 边用兴奋的目光 在人群中搜寻着什么 忽然,眼神相撞 他推开人群 走到我面前,故随疑惑 姐姐,你考得怎么样 好像没找到你的名字呢 周围马上有人吃笑 不用找了,林科就从来没上过这一把 想要找到他的名字 除非出一个倒数个榜单 见我默不作声 林瑶更加神气地凑到我耳边 嘲讽道 你看,没有学神系统 你什么都不是 别说清华 我看你这鬼连本科都未必考得上 说着 伸出手来 瞅我手里紧捏着的那张诗卷 撕拉一声 卷子撕裂成两半 他不小心让大家看到了 那醒目的分 引得众人一顿哄笑 就在这时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捡起了躺在地上的另一半卷子 林瑶抬眼看向来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以怀,我终于做到跟你并肩了 语气中 都是藏不住的激动和爱慕 周以怀一愣 客气地说了声恭喜 此后转向我 轻声说 林科同学 如果你想补习 可以找我 顿时 吸气声一片 上一世 在绑定系统之前 我和周以怀几乎没有交集 后来 因为常常一起代表学校参加活动 我们才渐渐成了点赌之交 只是忽然有一天起 在林瑶对我的慕名警告后 她的态度也变得慕名俱耀起来 很快的 同学间就流传出了榜首一二 王不见王的说法 难道这是爱神系统起作用了 余光披见林瑶煞白的脸 我没有多想 爽快答应 不如就今天放学 等周以怀离开后 林瑶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尖声道 爱神系统只作用在 宿主有好感的对象林科 原来我上一世没有看错 你真的对自己的妹夫 存有罪过错的心思 我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随后又故意喃喃自语 原来 这就是爱神系统的力量啊 晚上回到家 不出意外的 妈妈已经在等着我 林瑶躲在她身后添油加醋 林科她不仅考试倒数 放学后还跟别的男生鬼混在一起 以下就戳中她的两个雷点 让她双眼冒佛 因为和爸爸的早恋修成恶果 所以妈妈这辈子 最憎恨的就是早恋 而她最期盼的就是 我们能好好学习 光耀门美 可前世 就算我每次不是考第一就是第二 她也不会有多高兴 只会淡淡地说 骄傲什么 高考能考第一才是本事 反而是倒数的妹妹 每进步一名 都能让她惊喜万分 我骗自己 那都是爱神系统的原因 故意不去想之前的十六年 她一直都是这样偏爱妹妹的 此时 林瑶得意地朝我吐舌头 就等着我像以前一样 被揪住头发按在地上打 可下一秒 妈妈态度大变 分眼还行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快去洗手 准备吃饭吧 我淡淡一笑 撇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林瑶 傻子 忘了我已经绑定了爱神系统了吗 有了她 这所谓的母爱 我也可以有 林瑶不依不饶 坚声道 妈 可是林科早恋你也不管吗 你不问问她今天去哪里了 妈妈直下脚步 回头看我 你真的早恋了 我不说话 只是扬起手机里 今晚在图书馆的进出记录 于是她破天荒味责怪的林瑶 没有证据 不要乱说你姐姐 林瑶带立在地 她已经过惯了 妈妈跟她站在一边同仇抵慨 对我动辙打骂的日子 这样的辈刺 她一时还接受不来 哈 行了林科 你今早是在故意骗我 我微微一笑 难道你希望我真的服愿 林瑶气得疯狂跺脚 饭也不吃了 冲进房间反锁了门 急得妈妈连声询问 我一个人安静地吃饭 洗碗 然后回到房间拿出课本 听着隔壁传来的温声轻哄 复习起来 晨会上 周以怀和林瑶 肩并肩地站在旗杆下演讲 林瑶微风急了 以突飞猛进四百多名的惊人记录 被校长单拎出来 着重表扬 一时间成了校园里的传奇话题 晨会散场 他喊住快步离去的周以怀 兴奋地问 李怀 你听到了我的告白了吗 什么 我刚才的演讲稿里 有一段藏头 是对你的表白 林瑶眨着心心眼 这算不算是在高棚满作坠 将你会爱意说到最近性 周以怀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疏离的说声抱歉 林瑶有些急了 不是 你不要这么冷漠 我们是恋人啊 我们在一起都已经快两年了 两世了 他还是这么恋爱呢 我不禁扑斥一笑 两人的视线猛然转来 周以怀刚想喊住我说些什么 就被林瑶急忙急住 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下午放学 周以怀的身影忽然出现在班级外 班里的人焦头接耳 他是不是来找林瑶的呀 肯定是 今早两人不是一起发言了吗 更别说林瑶喜欢他很久了 可是刚才不是已经有人跟他说了 瑶瑶不在吗 我走出班级 余光中瞥见周以怀的上来 突然 他快步追上 有些局促地将一件 还有温的外套塞到我手里 在他委婉的暗示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裤子 连忙记起外套 匆匆走向洗手间 一番折腾之后 我们终于面对面地站在凉亭里 看着眼前这个五官端正能脚分明的少年 我突然有点理解 为什么林瑶对他这么迟疑 他确实不仅成绩好 家境好 长相也好看 难怪是学校里神话般的存在 公认的霸总预备仪 此时 周以怀看着我 一双眼眸清澈透亮 我破人心 终于和你说上话了 我我去开口打断 谢谢你 衣服我会洗好环给你 说完 转身就走 他在后面喊住我 林柯 打个赌 看我能不能猜到你在想什么 如果我猜对了 你就停下来 如果没猜对 你就走 好吗 你以为我是想问 那天你为什么放我鸽子 对吗 我转过身去 挑眉 不是吗 他低笑一声 摇摇头 我知道因为林瑶 你不会想跟我有过多往来 我好奇了 那你找我是为什么 周以怀从了邪化书包里 拿出一张拼好的试卷 上面有赫然的分 林柯 我看了这张卷子上的草稿 上面明明大部分的解题思路都是对的 甚至角度也是让人影响不到的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错的 他只是我的眼睛 眼底带着好奇 所以你是在故意空分 一个月后 刚回到家 就发现我的房间狼藉一片 林瑶手提着一件男生校服外套 怒气冲冲地堵住我 林柯 这是谁的校服 告诉我 这是谁 大校服 我诡异一笑 这么明显 你还要问吗 说实话 我没想到周以怀会是第一个 看穿我空分把戏的人 从小 为了得到妈妈的认可 我一直加倍美丽地学习 但后来 我发现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 都抵不上林瑶的一句撒娇 反而会遭来她的妒忌和刁难后 我就不再露出锋芒 直到绑定学神系统 不可否认 学神系统帮了我很多 有了她 我才逐渐有了自信 敢去尝试参加这一赛 有了她 我才能在大学里 认识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但我没有解释 只是跟周以怀说 这是我的私事 请她保密 她答应了 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 邀请我平时一起看好题目 于是放学后 我们都会心照不宣地 坐在图书馆里 隔着两排的距离 做一套相同的卷子 最后交换几题思路 此时 林瑶已经脸色憋疯 声嘶力竭 果然那些疯言疯语 都是真的 你就是在背着我 在勾搭她 林柯 你不要脸 我真后悔 当初没有多捅你几刀 我冷冷地看着她 内心恨运凶涌 恨哪 为什么不恨 前世 我好不容易走上了 学术钻研的路 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 活下去的意义 却被她一刀捅死 是啊 怎么样呢 可是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二摩考场上 林静考试结束 我正低头图写达提卡 忽然 一道清脆的声音 划破了林静老师 这里有人作弊 顿时 所有视线投来 抬头 只见前座正半回过身来的林瑶 手里紧捏这张达提卡 英智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不怀好地 兼考老师立即将我们带回办公室 严肃询问 林瑶 怎么回事 我的视线却落在不远处的办公桌前 正有些讶异地 看向这边的周以怀 可以免除考试去做自己的事 这就是学霸的特权 我早早就做完了试卷 姐姐却让我把达提卡 借里开抄我破语乃 答应了 但没想到她是全抄 只见老师手里 刚没收的三张达提卡 其中两张的答案 确实一模一样 只是一张写着她的名字 一张写着我的名字 我单身辩解 这张达提卡不是我的 我的那张还没填完 他马上反驳 你那张就是混淆时听 用来演戏的 老师拿起三张达提卡 细细比对完 看向我的眼神锋利 林柯确实是你的笔迹 这时窗边已经挤满了 看八卦的脑袋 除了周以怀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那么咄咄逼人 我苦笑一声 行吧 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等林瑶嘴角刚录出一丝得逞 我画风一转 我自己做的题 我自己图的卡 有什么问题 林瑶表情一致 不等老师说话 他就急得跳了起来 什么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老师 你看看他 老师也皱起眉头 紧促的眉头松了下来 我淡笑一声 老师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在撒谎 没有经过证实就冤枉人 还是最不对的吧 老师一愣 老师 你别跟他废话了 林瑶气急 冷笑一声 随便出几道题 让他当场解答 看他还能嘴硬多久 说着 眼底赏过几根横力 姐姐 刚才让你承认你不肯承认 现在就算你想承认也晚了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堅狠地打你的脸 为自己讨回一公道 于是 在所有人的密切关注下 一套全新真题 放在你面前 完成卷子后 林瑶的眼底 就急不可耐地露出熏光 只等对我的最终审判 一阵沉默之后 老师开口了 林科同学 对不起 刚才是老师误会了你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上一秒还指高气扬的林瑶 双眼瞪大 脸色骤变 什么 你是不是搞错了 老师瞭了瞭头 前三部分的题目 正确率百分之百 林瑶不肯相信 强迫试卷 难难自语 不可能 不可能 学神系统明明绑定在我身上 他气急败坏地 将卷子揉成一团 扔到地上 可能他刚好做过这套卷子 你给他换一套 老师贺泽不要胡闹 你也应该下面姐姐道歉 林瑶却恍然大悟 冷笑一声 我知道了 这些都是以怀教他的 他朝办公室那边的少年一指 大喊道 老师 我要举报林科和周一怀 违反学校规定 私自早恋 在林瑶的无理取闹之下 事态升级了 办公室里 年纪主任 校长 威严的校长拿我开刀 精致的贵妇出言羞辱 我的妈妈羞愧训斥 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我 周一怀挡在我面前 极力压抑着满腔的愤怒 冷声为我们二人惦解 可他不明白 他这种拧日之心 跟我这种差声站在一起 但那些人看来 就是一种不言而异的原罪 我推开他 冷眼看着那群 所谓的大人得意的名鸟 冷声道 你们最好找到证据 否则 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 不会是我是你们 就在这时 生病请假的班主任赶了回来 各位都散了吧 这两个孩子我是看着的 我也在图书馆里 跟他们一起探讨题目 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担保 他们绝无余许 在场的人皆是一愣 面面相去 回到教室后 同学们看林药的眼神都变了 什么呀 不仅污蔑自己的姐姐作弊 还污蔑学霸谈恋爱 明明天天追在男神后面的 不是林药他自己吗 追求不成出阴招呗 一道道气气思语声声入耳 林药站在原地 紧钻拳头 大吼一声 你懂什么 你们这群被系统 蒙蔽了双眼的蠢材 看来他有些承受不住了 前世 明明他才是被重心捧月的小公主 才短短两个月 学霸向着我 妈妈向着我 老师向着我 现在就连他曾经联合起来 孤立我的那些跟班们 都向着我了 我们最骄纵最受宠爱的小公主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美屈 林药死死地盯着我 咬牙切齿 等高考等高考之后就知道了 他惨白着脸 强称姿态 林科 当初绑定系统后 他可是一眼就爱上我了 可现在你们还没有在一起 恐怕你是被他嫌弃了吧 你绑定了爱神系统又怎么样 这回跟他顶峰相见的人 只能是我 绑定了学神系统的我 很快的 高考如期而至 我准备出门 突然发现房门从外面被反锁了 只听见外面一声冷笑 林科 你就乖乖地待在家里吧 反正你成绩这么烂 考不考也是一样的 我心里一慌 疯狂开门 开门 林药 你给我开门 可回应我的 只有一道巨大的关门声 昨晚 他试图偷走我的诊考证卫国 把我的手表弄坏 将笔弄断水 还抽抽替换了一只假的铅笔 放进我的笔带 这些都被留了个心眼的我房下来了 没想到 他今早还敢这么明明张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先打了报警电话 可等他们赶到 可能也来得及了 于是我大喊 妈妈 你在外面吗 果然 外面传来极其轻微的动静 妈 你不能就这样帮着他害我 你知道林瑶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他不仅经常请假 放弃竞赛去看球赛 他还把补习班的钱退了 花在留院里了 终于 外面传来一道略显淡漠的声音 看看 瑶瑶说如果我把你放出去 他下午就交白卷 你知道的 你妹妹他现在很有希望上名笑 所以 我只能委屈你了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什么狗屁爱神 都抵不过利益 都抵不过偏爱 可最终 林瑶还是失望了 考场上 看着迟到一分钟赶来考场的我 他咬牙切齿 眼底催出了怨恨 我坐到位置上 深吸一口气 迅速进入状态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溜回家 直接带着所有证监去住酒店 直到考试完的同学去柜上 还在想着接下来的落脚处 就在这时 包间内一阵骚动 抬头 只见门口处 一个清秀挺拔着身影走了进来 脱下校服 换上长服的周宇怀更耀眼了 是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的 鹤立鸡群的存在 在众人的拥促中 他扫射了一圈包厢 像是在找谁 当目光落到了 坐在角落沙发上的我时 眉眼一弯 忽然 人群中一个身影冒了出来 拦住了他的步伐 林瑶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腕 表情羞怯 以怀 我玩大冒险书了 要找喜欢的人表白 我想跟你说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我们忘掉之前的那些不愉快 重新在一起 好不好 一阵热烈的起哄响起 周以怀正拖了他的手 声音冷烈 带着淡淡的闲目 抱歉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顿时 林瑶立在原地 表情煞白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 你知道吗 这些都不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对林柯的头脑发热 都是系统搞的鬼 都是假的 林瑶啜气着哀求 你不是喜欢聪明智商高的女生吗 现在的我就是啊 我们马上就能一起上清华了 突然 他转头死死盯着我 林柯 你敢不敢来打赌 考得差的那个 就滚出这个城市 你敢不敢 可以呀 一直沉默的我痛快接话 转向周以怀 周以怀 现在向我表白 她的嘴角勾出了一个明亮的笑容 在她的前程表白之后 林瑶彻底发疯 等妈妈打来接她时 她已经鸣顶大罪 又哭又闹 你们这群任人愚弄的蠢材 等高考成绩出来 你们就会对我狠狠打脸 妈妈把林瑶塞进了出租车 有些心虚地看了眼我身边的男孩 低声问我要不要回家 高考那天 她打电话来跟我说加油 却听到我的声音后 很快察觉到了我遇到了麻烦 周以怀镇定下来 让我外放声音 她软音兼施 赶来接我的她 一起赶到考场 此时 我看着周以怀温柔的眼睛 说了句对不起 聪明如她 心里一定清楚 刚才我在包间里说的那些话 不过是想刺激林瑶 她睫毛轻颤 滴滴地回了句没关系 车上 我看着身旁这两个陌生的家人 再看着后视镜里 还站在原地安静目送的那少年 莫名感到有点孤单 也有点温暖 很快地来到了出城际的那一天 我坐在书桌前 盯着面前的查询网页 久久不敢点击 重来意识 我有把握可以考到一间好学校 但我没有信心 一定能回到前世的母校 忽然 隔壁房间爆发出一阵激动的尖叫 啊 701 我考了701 天哪 瑶瑶 妈妈不是在做梦吧 会一会 我的房门就被声剃开 欣喜欲狂的林瑶 举着手机冲了进来 谢谢大家送的烟花 飞机 你们的心意 你们的祝贺 瑶瑶都收到了 现在我好紧张 我好想知道 我的姐姐考得怎么样 说完 就把镜头对向我 看着花花绿绿的页面 我厌恶的拍开 谁让你进来的 林瑶却以为我是心虚 更加神气了 她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姐姐 别这么暴躁 大家都只是关心你啊 你看 网友里有不少是咱们同学 还有学妹学弟呢 考得差啊 又有什么关系 明天还有机会啊 呵 关心 明明是想看我出丑吧 这时 弹幕里边有人呼吁 应该尊重我的隐私 林瑶表面说好 却在转身的前一秒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替我按下了确认键 气氛死寂 一秒 两秒 突然 弹幕爆炸 我去 恐怖如斯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高档 天啊 怎么可能 这还是我们班里的林科吗 林瑶彻底傻眼了 发白的嘴唇一张一息 叶如正说不出话来 一直站在门口的妈妈冲了进来 抱着我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的好女儿 厉害 真厉害 我任由她抱着 停止了一秒的心 重新跳动 整个人终于松了下来 这时林瑶也回过神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高分 他向弹幕慌生解释 他平时就考三四百 怎么可能一下子跳到七百多 要么搞错了 要么就是他作弊 林科 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懒得跳入这种自证陷阱 我微微一笑 选了一个最期待的理由 是爱的力量 多亏了老师和学霸包补席呢 弹幕又炸了 学霸也考了七百一 太强了他们 好立志 气得林瑶一把掐断了直播 突然 手机抖动 周以怀发来了恭喜的信息 我笑笑 给他也回了条恭喜 随后在同学群里 拥出几个十来秒的监控片段 那是高考前一晚 林瑶多次在我房间里 搞小动作的场景 顺便问了一句 对了 你之前都打不什么赌来着 林瑶顿时 群里炸开了锅 拿着手机的林瑶身影一晃 站立地跌坐在床上 后来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 边打工边攒学费 不管妈妈怎么劝说 都不愿意再回去 收到通知书的那天 我和周以怀一起跑到海边 总是忍不住想在连训中找到你 说着 他拿出了两支笔 一支是发旧的水笔 一支是精美的钢笔 这支笔归我了 作为回礼 我想送你一支新的 我愣了愣 少年的话你轻柔 眼眸真诚后亮 夹杂着几分紧张 最终 我收下了 就这样 我们和前世一样 踏进了这个梦中的学府 只不过 这次林瑶也来了 新生入学的那天 宿舍楼下 林瑶一脸恨意地看着我 林科 你一定很得意吧 但是 你蹦大不了太久了 上辈子就是大学之后 我的爱神系统慢慢失效的 现在 你就等着被以怀抛弃吧 看着他扭曲的脸庞 我好像能感受到 他内心的发狂 经过上次的事情 林瑶在同学中已经名声败坏 而我和周以怀的故事 却在众人灰色灰色的口口相传后 变成一个励志的校园传说 这叫他怎能不恨 这时 周以怀帮我搬来了行李 他直接无视他 关切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 拉着他走了 我才不管林瑶说什么 做什么 这辈子能重新回到 这个熟悉的校园 我的心里只有感恩和欣喜 从那天 林瑶就疯狂地缠上了周以怀 他换了不同的手机号 换了花样去加他 给他买早午餐 讨好他的社友 还撬掉自己的课 去蹭他的课程 甚至化身跟踪狂 出现在所有他在的社团 和竞赛场合 很快的 整个校园都知道了 他有个偏执的追求者 在一次辩论赛上 作为变手的林瑶 又当众表白后 周以怀终于被惹脑了 直接报警 他却忍不死心地喊着 你对林科的那些喜欢 都不是真的 你马上就会厌倦他了 周以怀被烦得头疼 跑到我面前 惨细细地撒娇 还说我厌倦你呢 你不厌倦我就很好了 整天的心思都在做实验了 埋头做实验的 我在摆门之中偷笑一声 点了点他的鼻子 被他按住身吻 没错 这校园生活多姿多彩 简直就是一片 最为丰富广阔的知识海洋 我正享受的遨游其中 汲取养分 才懒得为林瑶费神 新的一天 我约好了跟周以怀一起去图书馆 却在宿舍楼下 撞见正在争执的妈妈和林瑶 直接妈妈甩了他一巴 目不可遏 林瑶你恋爱脑也有个肚 你就不能把心思放在功课上吗 整天不是追着男人跑 就是伸手要钱 像什么话 你能不能像你姐那样 懂事一点 在众人的围观中 林瑶捂着脸 戳气了起来 忽然他看见了周以怀的身影 像疯了一样冲到他面前 扬起满是泪水的脸 你怀 我怀孕了 吃你的 在场的人君是一定愣 周以怀看了我一眼 语气凌厉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 煞时间 无数个念头 从我的脑海里闪过 突然想前段时间 他的行为确实有些奇怪 总是一声不吭 眼神古怪 默默地注视我 却在我发现之后 又第一秒移开了去 好像有什么心事 林瑶摸着小腹 颤声说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你忘了吗 那天我把所有的事 总是找各种借口 让我去陪他 难道他以为我是在报复 又或者是在玩梦 还重新看向他 语气冰凉沉浴 可除此之外 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 可是那晚我喝得大醉 我还打给你舍友 让你来接我 如果那个不是你 那还突然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的脸上血色尽湿 绝望的林瑶冲上了天台 他站在边缘嘶吼着 让我去死好了 反正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人在乎我了 慢慢仓皇不已 慌忙向我下跪 柯柯 你让给他吧 他是你亲生妹妹啊 也是一条活生生的命了 我看向周一怀 他丙息看着我 仿佛一只 马上要被遗弃的小狗 我漠然地拒绝了他 林瑶瞬间哭得崩溃 歇斯底里 你明明有爱神系统 你有那么多人可以选 为什么你就偏偏要跟我抢他 系统 我要你还回来 把我的一切都还回来 突然 脑海里传来那道熟悉的电子音 是否要解除系统绑定 林瑶止住唾气 咬牙道 要 我要解除 林瑶 我宁愿我们一起惨 都不要你一个人过得好 系统问我意见 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周一怀 他还不明所以 但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有些盲人无助地看着我 你要做什么 柯柯 我安抚道 不会有事的 随后在心底冷冷回答 既然他执意这样 那我同意 但林瑶傻眼了 在那之后 周一怀非但没有翻人醒悟 反而更加离不开我了 不可能 一定该死的破系统出问题了 他大哭大闹 垂胸顿足 可他心里清楚 系统没有问题 因为从那天起 他的成绩一落千丈 连续挂科 学神系统确实已经被解除 后来 因为基点太差 他被劝退 而妈妈在带他做完手术 和走完退学流程后 对他彻底失望 搬了出去 如今 他就在家里疯疯癫癫 鬼哭狼嚎 每天哭着闹着问为什么 大吼大叫要求重来 听到这些 我不禁有些恍惚 两世了 他还没懂 靠系统不如靠自己 爱别人 首先要爱自己 也许他不会信 不论是前世还是高中 我对周以怀 除了聪明人之间的心心相惜 并无一丝多余的感情 所以爱神系统 不会对他起作用 柯柯 这边 图书馆里 位置上的周以怀 笑着向我招了招手 笑容阳光开朗 让人心生温暖 我抱着书 不自觉站开一个笑容 快步向他走去